大家好 我是Tim哥 最近終於開學了 常有很多粉絲撬我問題說 筆電到底要怎麼來購買 對於規格很不熟的粉絲 該怎麼挑選 所以告訴大家 真的不用想那麼複雜 只要記住強大的內在才是關鍵 但一切就要從處理器來開始看 所以處理器就像人的大腦一樣 是電腦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所以他幾乎會決定 這台電腦效能的上下線 還有它的穩定度 因此我們在挑選一個好的處理器開始 再依照不同的需求 以及條件來符合適合自己的機種 直接講我會選擇 搭載Intel Core i7處理器的機種 因為它在多種不同的應用程式 進行高負載 多工作作業的時候 不管是你在玩遊戲或影音創作 其實它的表現是非常優異的 它幾乎就可以處理各項複雜的使用情境 所以為什麼我會以這個推薦的機種為主要的原因 講那麼多你不推薦一下 幾台電腦來讓我們選一下 好 那我就依照不同的需求 來推薦四款筆電給大家 推薦之前按照聽音樂分享小鈴鐺開喔 321開始 我先來介紹第一款高CP值的推薦 就在這裡了 我要點出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 如果你喜歡拿它來聽音樂打GAP的話 它有一個絕佳音質 它是搭載了Web Max Audio 然後Acer的True Harmony 絕佳音質 第二個它的超強擴充性 超棒 再來就是它的螢幕尺寸 你看一下 它的螢幕尺寸大小15吋 而且可以搭載1050的顯卡 所以如果你在直播剪片 如果你也想要當YouTuber創作者 這台是非常適合你的機種 我來介紹另一款 就是技嘉的AORUS 5GA 這台也不錯 為什麼我知道這台 其實我從之前就很關注它 它其實給它一個定義 叫做全方位堅固 第一個特色我先轉過來給你看 它是15.6吋IPS 而且它的螢幕更新率 達到144Hz的電競螢幕 這代表什麼 打電競是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它是搭載第九代的 Intel Core i7 9750H的處理器 它外型簡約 而且輕薄機身 真的不會太重 你知道有時候 搭載那種電競的筆電 拿起來就是重 但它不會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 鍵盤是RGB的背光鍵盤 重點是它的零件也蠻強大 包含它搭載的intel 760p的SSD 跟Sansung的DRAP 夠強吧 各位 這兩款優惠下來 都是3萬以內 在處理影音編輯 或者是大部分的多工的作業 其實都有非常穩定的表現 適合預算有限 但同時需要處理影音編輯 或者是直播相關的需求的輕度玩家 像這個就很適合處理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在玩的這台LOL 它不僅是在打遊戲 但事實上其實我同時也開啟了Premier 我們可以看起來 來看一下它開Premier 有沒有看到 反正就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intel的處理器有多厲害了吧 它可以同時處理兩件事 我們現在用這一台 我把LOL的所有的效能畫質開到最強 我們來看看 你覺得順暢度怎麼樣 順暢度非常好 因為開到最強的話 它的幀數都還有150 就是150左右 如果我們今天零用錢比較多的話 那你推薦哪一台 你的零用錢比較多 就比較符合我現在的粉絲族群 他們的零用錢都是多了一點 推薦這台 打開給你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LOGO ROG ROG的這台筆電 型號Key上去 它這台搭載第九代intel Core i79750H處理器 它搭載了240HZ 3MS高幀數的窄邊框的面板 重點是第三個 你知道怎樣嗎 今天在玩遊戲的時候 它可以給玩家最佳的遊戲體驗 更重要的是 它很適合重度的遊戲玩家 你同時在進行遊戲直播或者是錄製 完全沒有任何負擔 重點是這台 拿出去的時候也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法斯文 今天的第四台 MSI的 我直接給它一個 大家叫做 重度玩家的首選 第一個 轉過來一樣 它是15.6吋的高畫質 240HZ的極速電競面板 一樣窄邊框的設計 所以現在打遊戲的時候 可以非常極致的沉浸的體驗 第二個 當然它的極致效能 跟它這台外型 有沒有看到 弄過來 完美組合 然後第三個 它的A蓋上面採取3D龍極的設計 3D的 第三點 它的重低音的喇叭 喇叭 你中文真的不好 重低音的喇叭模組 所以你現在打遊戲的時候 真的遊戲感受起來會非常的過癮 以上 其實這兩款 是重度玩家的推薦機種 適合 預算比較高 追求高效能的粉絲們 不管是在跑3A的遊戲大作 或者是高負載的影音編輯需求 都需要非常好的效能表現 這四款筆電覺得怎麼樣 都是電競筆電 而且我發覺很多人 都是上班用一台文書筆電 下班回到家 又用另外一台筆電 打遊戲跟追劇 但現在這四台 直接二合一 你要高效能有高效能 要CP值有CP值 我跟你們說 我最喜歡實測 實測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玩的遊戲 是決戰時刻 現代戰爭 加入遊戲 好 我們來開始吧 兩台已經 彈藥箱 準備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畫面的順暢度 各位 有沒有超級順暢 你左右邊都看一下 超級順暢的 無敵順暢 只是玩的人可能 不是順暢 但它的畫面是順暢的 好 你看 好 到囉 準備 好 我們還是看右邊好了 對對對 你看 好 你受傷了 快找來掩護 好的 剛好我們要結尾了 好 很好 任務失敗 我就是要任務失敗 這就是這次開箱的四款筆電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